78岁的村妇周老太竟然怀孕了 她逢人就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神仙送来的 她怀的是个仙胎 自从这周老太怀了孕 她的身体竟然枯木逢春 不仅胸部再次发育 还分泌出了乳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太太为什么在78岁的高龄还能怀孕 难道真的是神仙送子吗 接下来请听小编为您讲解 故事发生在湖南省丰平县 村妇周老太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78岁高龄 一般女人在50岁之后就绝经了 更别提还能怀孕生子 可这周老太也是个奇葩 怀孕之后不仅不安心在家养胎 反而敲锣打鼓的在村里吆喝 自己怀了个仙胎 还说自己是因为每日行善基德 并且虔诚地供奉菩萨 所以菩萨奖励了她一个仙胎 这事一出 可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十里八乡的村民 每天都络一步觉得来拜访周老太 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所谓的仙胎 但是周老太却突然闭门谢客 声称自己要安心养胎 这下大家更好奇了 周老太越成为了全省的红人 县里的记者闻风而来 他直接赶到周老太家里询问情况 周老太一听连记者都惊动了 连忙打开家门 他把记者迎进屋子里 热情地邀请记者摸他肚子里的仙胎 记者盛情难却 仔细地摸了摸周老太的肚子 确实是鼓得很高 周老太说自己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而且他能感受到肚子里面有动静 记者问他是怎么确定怀孕的 周老太说自己一共生过七个子女 对怀孕的是门儿亲 而且他自从怀孕以来 就天天害喜 经常不想吃东西 勉强吃点东西就想往外吐 甚至胸部又开始慢慢发育了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个月 所以周老太坚信自己是怀孕了 记者还是个小姑娘 所以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于是提议周老太去医院看看 但是周老太却拒绝了 因为周老太已经78岁的高龄了 现在还怀着孕 村子离医院又很远 他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伤害了肚子里的先胎 所以无论怎么劝 周老太都不愿意去医院 这时热心的邻居来帮忙了 他们给省医院打了电话 向医院说明了周老太的情况 希望医院能够考虑一下周老太的特殊 派医生到他家里做个检查 毕竟怀孕都是要做孕检 这样对大人和孩子都负责任 医院接到消息后 对这件事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 派来了经验丰富的妇产科的大专家 帮周老太做检查 本来以为这对于大专家来说只是一件小事 没想到专家一看见周老太也愣住了 他也从来没听说过 78岁的老人竟然还能怀孕 要知道 想要种子发芽就不仅需要种子 还需要一块土地 要是这块土地贫瘠了 那再好的种子也没用 周老太这个特例 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专家立马给他做了全身的检查 周老太也积极配合 但由于条件实在简陋 专家到最后也没给出个确定的答案 但无论别人怎么说 周老太都不在意 他依然坚信自己怀孕了 他的老伴也对此深信不已 老伴在今年也都80多岁了 自己走路都颤颤巍巍的 但还是每天仔细地照顾着怀孕的周老太 生怕周老太磕着碰着 影响了肚子里的孩子 每天变着法的给食欲不振的周老太做指的 什么活都不让周老太干 就让他躺在床上养胎 周老太很感动 他下定决心要为老伴生下这个孩子 周老太和老伴如此坚定的养胎行为 让开热闹的人开始动摇了 他们开始慢慢地相信周老太真的怀了个闲胎 抱着沾沾喜气的想法 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周老太 周围的邻居也出来看热闹 周老太家门口俨然成了一个菜市场 按说这样吵闹的环境不利于周老太养胎 周老太应该会像上回一样闭门谢客 但没想到是他竟然打开了大门 热情地和大家聊着天 因为菩萨又给周老太托梦了 菩萨告诉周老太他怀的是个男孩 而且这个孩子是个皇帝命 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 所以周老太迫切地想和大家分享他喜悦的心情 大家虽然也为周老太开心 但是他们忽然发现周老太的记性变得不太好了 因此聊天 周老太提到自己怀孕四个月了 大家听到这话都愣了 周老太不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吗 他对这胎这么上心 怎么可能记错时间呢 想起周老太最近都丢三落似的 大家觉得不对劲 纷纷劝周老太再去医院做一次检查 可周老太非说自己身体棒得很 不愿意去医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他的一句话 直接改变了周老太的想法 这个人是周老太多年的老闺蜜 因为家住得近 周老太平日里有什么事都和他说 他也担心周老太出什么意外 提出愿意陪同周老太一起去医院 周老太拗不过自己的老闺蜜 总算是愿意去医院了 78岁老太怀孕之谜终于要揭开了 周老太和记者一起来到镇中心的卫生院 顺顺利利地办好了住院手续 护士麻利地给周老太挂上了葡萄糖 叮嘱好周老太不能乱动 可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就出了意外 周老太竟然不见了 老闺蜜在病房里吓得手足无措 医生也疑问三不知 病房里的其他病友见词赶紧提供情报 说周老太刚输了两瓶水 就偷偷地拔掉针管跑了 周老太为何要从医院逃跑 一旁的护士为我们解了货 原来刚才他要给周老太打屁股针 周老太一直拒绝 说想等吃完饭后再打 可没想到饭还没吃完 他就偷偷跑了 医生要讲的周老太就这样 被一个屁股针吓走了 老闺蜜生怕周老太一个人出了什么意外 赶紧带着记者往家跑 本来都做好了和周老太打持久战的准备 没想到一到周老太家门口就发现 他和老伴坐在板凳上 正等着大家回来呢 一看到老闺蜜和记者回来 他立马主动要求回医院做检查 真是奇怪了 这个老太太怎么反复无常的 刚才从医院里逃跑的是他 现在要回医院做检查的也是他 老闺蜜跑来跑去也来了气 一定要周老太说出个一二来 周老太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菩萨又给周老太托梦了 菩萨让周老太回到医院里去 周老太立马就屁颠屁颠的回去了 一到医院 周老太就接受了来自省城各大专家的会诊 经过仪器的一系列精密的检查 专家们得出结论 周老太根本就没有怀孕 所谓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其实是因为周老太每天躺在床上不动 腹部堆积了一层厚厚的脂肪 也就是俗称的肥肉 而他肚子里经常会有动静 则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鹿绒 导致了肠胀气 肠胀气发作的时候 会了心呕吐 吃不下饭 肠子还会如动形成腹痛 这种情况就是周老太口中所说的胎动 如今周老太已经78岁了 肩膀和丢三落四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以上种种都证明周老太没有怀孕 周老太听到这个结果 他久久不能接受 自己怀了六个月的孩子 怎么说没就没了 他反问医生 如果他没有怀孕 为什么他的胸部会再次发孕呢 医生给出的回答是 周老太怀孕的心理暗示过于强烈 导致大脑接受到了错误的信号 然后发出了错误的指示 促使了胸部再次发孕 但这并不表明周老太怀孕了 周老太听到这个确定的结果 一下就粘了 他心里说不出的复杂 平复了一下心情 他带着老伴回了家 向大家澄清自己没有怀孕 这次 78岁老太为何怀孕的谜底 已经揭开了 我们能理解那种老来得死的喜悦 和老年人需要陪伴的心情 但我们可不能像周老太那样迷信 我们要相信科学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宝贵的想法 本期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关注我 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故事 感谢你们了解